牛頭郭順哥順嫂在外交就以倫理、道德 就是我們日常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去看 就是你對我好啊,我跟你老友啊 你是不是特別同情我啊,我們特別好啊 經常說你終手送月餅給我啊,過年你送年糕 這些是牛頭郭順哥順嫂的所謂感情派 但是落實到去國際政治來說只有一個標準利益 所以我們經常會說不要在那裡拉關係 不要在那裡個人的感情投射 包括我們看新聞也是,如果遇到一些這樣的新聞 這個某某是親華派某某是跟我們的領導人有交情 以這些說話來說你可以避免它,馬上講一個實例 最近這個德國的媒體,難道現在就做馬克爾 將會卸任,它原本是屬於所謂親華派 因為它一手促成這個中歐投資協議 允許兩個地方,我們和中國的企業 互相去對方的地方投資 還有很多東西都很驚訝 就是說它不會走到一面左右跟向美國 視之為親華派 有這個腦袋就好了 不然它不做,很麻煩 後面有很多勢力 其中有媒體看到,這個綠黨 就相當之令中國會頭痛 綠黨,我覺得這位真是南華國順嫂 因為它經常都說自己是主婦 我有兩個兒子,我一個主婦 不過很有理想 經常將綠色去到高度 這個綠黨主義叫貝爾博克 他從沒有這個從政經驗 他們在德國的媒體描述 這位德國頭頭角順嫂 亦都可以代表德國綠,綠黨 都挺激怒的,雖然你說他是純嫂 不過呢,就展現不了外交智慧 這個就是中國的評論人對他的看法 現在就是這個德國媒體說 這位純嫂如果真是日後的黨 可能影響力會增加了 可能對中國不利的 聽到我又怕了 很怕 德國這位純嫂的最重要就是 講這個氣候變化 講這個環保 這個路販航,這些東西可以和中國合作 不過呢,他又說到說 中國的工業製造越來越強 科技越來越強 加上這個5G其實就不是很可靠 因為有國家安全 這個是美國,告訴他 這位純嫂給奧巴馬斯 是不算的 誰知道這些華為手機都沒有證據之下 他都覺得說這些5G的建設 千萬不要把來德國 另外一件事就說 這位純嫂呢 說什麼呢 就說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 我們不應該和他走在一起 嘩 如果這位純嫂 德國的純嫂 純嫂是一個尊敬名詞 因為他是真的做主婦 又要顧家庭 又有這個熱情 這位純嫂 如果他在德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豈不是對中國不利呢 那就真的看過才知道 德國是一個什麼國家呢 我曾經在1989年 六四那個時間剛剛去德國 又是參加這個航空事業 去完這個巴黎巷展之後 就和這些中小企業 中小微企業 看他們的工作坊 他們真是手藝一流 去到一個工作坊不是很大的 就是不像我去Toulouse 看這個公眾巴士 幾個足球就這麼大的 好小的地方 有兩位哥哥 我相信都差不多熟了 用手工做一架小型飛機 都在廠裡摸得出來 包括他做引擎 做一個螺絲錶 當時德國方面介紹 他們德國的工業 他們的技術是非常好的 這個國家的工業水準 技術率相對之高 關於這個 和中學關係 就是最近最熱點的提 就是華為的YG 會不會被德國 因為受到美國壓力 而鋪 任正非一 都很讚嘆這個國家 他說在司徒加特 看到那些德國的工藝人員 真是很精良 做引擎 做一些手工藝的技術 他都讚嘆不宜 他說 德國的技術教育 應該引進中國 那時候 2019年 剛剛被美國制裁 為什麼他說這番話 就是德國記者 去嘲嘲迫人 又是提這個 好像牛頭國信數所說的 德國牛頭國信數 所說的就是 這個專制的國家 這個沒有法治 我怎麼跟他可以合作呢 當時 德國的技術 德國人是很傲慢 很直來直去 他不懂英國人 英國人比較欣賜 我個人的感覺 和經驗 他講的話不懂 心裡的話 但是德國人就不直接說 怎麼跟你合作呢 簡直問任正非 任正非 都知道德國人的脾氣 他也很直言直謊 你覺得 中國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是一個跟你不能夠接解的國家 你買這麼多汽車過來 這個中國 哇 這一下 就很難回應了 德國的汽車工業 是德國經濟的命脈 德國的命點 中國是什麼 德國最大的 汽車市場 當然同事都是競爭者 因為各產汽車都走上來 任正非就一話就跟你說 因為任正非都很少 任正非跟別人說話都很圓 但這件事一話就說了 你知道很圓 那你又賣車給我們 就不要賣啊 亂買鋪走啊 福士啊 賓士啊 不要香港和中國生產 都不可靠 那麼當床就如塞 不過任正非就馬上兜 你們那些工藝其實也好啊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東西 很多的隱形冠軍 包括這個企業軟件啊 SPA啊這些 一流 和日本有一顆灰 那就是說 我說這番的說話 不是西遊 只是告訴你 中德的關係 不是建立於什麼 大家的價值認同 你有些牛頭角順哥順嫂在這裏說 不滿意中國一個專制國家 這是你的事 你整個國家經濟 需不需要看中國呢 你去跟 美國走在一起 跟英國走在一起 你有什麼資格呢 你不是英國人 你是日以萬人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不要說 以後來只有誰上場 誰上場 都要顧及中國的經濟關係 亦都無需要恐懼 亦都沒有害怕 那個貝爾博克 迅嫂上場又如何 當他做了女總理又如何 又如何呢 你要看你的選票 迅嫂只不過是一些 用來搞笑 就是說 你可以 拉票啊 選舉啊 說一下 牛頭角的哲學 那如果去到 國際關係 你找到他來做的話 我說恭喜德國了 你可以回頭 就這麼簡單 又說回 這些 中美的博弈 有消息 就說 喂 又出來麻煩我們 中國 就說 這個 爆料 就說 之前 這個 副國務卿 去到天津 跟這個 外交部談的時候 提出 喂 中國你不要買不到 伊朗石油 為什麼呢 現在我們跟他 伊朗在講數 就是說 逼他回核協議 那方面 就是游水回 他 在2015年 那個達成的 核協議 重新談判 喂 你好像中國 現在 猛攻入這個 伊朗石油 好像 有條數計出來呢 一月 今年一月到八月之間 有人 撥到 中國 進口 伊朗的石油 總數每日 有五十五萬桶 幾大數目 不過呢 五十五萬桶 你乘回 三百六十五日 我想 我想 我條數不計 不過大家都知道 有幾大 不過 告訴你 就是剛剛 建這個 去年 中國和伊朗 建家五十周圓 黃毅 就代表 他簽署了一個 未來 在二十五年 投資四千億美金 的 一條 投資在伊朗 包括建訊 基礎設施 最重要 就是 石油 供應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就不是說 你買幾種石油 五十五萬桶 價值多少錢 而是石油 來講 一向 都是用 美元 結算 伊朗 和美國 不合 中國 又被你 浪到 真是有苦 自己知道 你的貿易制裁 技術制裁 其實都幾慘 大陸 影響很大 本來順勢發展 你就搞到 現在就自然玩生枝 石油都很害怕 你經常在馬六甲海峽 印太地區 喂 有朝一天 如果有什麼衝突的話 你 油斷 中國 幾個月的話 就不得了 所以 伊朗的陸地 可以 封得到中國 這是一個正常的石油戰略 還有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很多石油 都用人民幣交易的話 你美元霸權 都很成問題 所以呢 起國 又提醒 中國 你不要買這個 伊朗石油 其實 起國 都變成了 這個石油 這個入口國家 他都是買了 不少的 伊朗石油 詳情 這個就 不在這裏解釋 總之來說 如果中國和伊朗的石油 越來越加多的話 越來越形成一個叫做 另一個體系的石油貨幣 就是用人民幣的話 美國就非常不妙 同一時間 他口口說 你買這麼多石油 另外的政策就有問題 因為他打算不禁止伊朗石油出口 減少世界對伊朗石油的需求 就會迫使伊朗和美國去談 你看到現在霸道霸成怎樣 就說這個世界是他的 他喜歡說什麼 說什麼 你不可以自由加逆 因為我現在和他談這件事 麻煩你放下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知道 在英國沒有談 華森林又出來 說今天也是一個外交辭令 大家都在雙邊合作 我們不說單邊制裁 這些事情 就說自由耍你去 就是我們做的事情 當然 這個世界 就是一個戰略利益關係 其實中國和伊朗以往 不是可以這樣 大家其實都有些少許隔膜 這個也是該的事情 不過現在 整個印太地區 美國對這個 中國那個 地原戰略的制裁 以及威脅到其他國家 包括朝鮮也好 伊朗也好 順亡止寒 如果你中國受到 壓制 甚至沒有 中國 會偏遠的話 其他國家更加不堪 所以很自然 你在拉緊那條繩的頭 另外 那邊也相當緊張 買不買石油 這件事 剛才說到 不是說 給多少錢 伊朗使用這麼簡單 就是整個石油 結算 這個也是美國幾頭痛的事情 說完整天 就是剛剛說完 其實 中美之間 大家看到 就是 美國的牌 越來越少 所以說回這件事 你德國走出一個純屬出來 所謂綠黨 搞這個德國龍 聲聲就說中國的人權有問題 聲聲就說 中國跟他們的價值觀不對 所以我們呢 一 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二 我們要跟他作出 即是 結合歐盟等等地方 同同抗拒中國 你說這些什麼說話呢 就證明 純屬當權 德國呢 一定 會跟中國 會撞票 不過這件事 不是中國所恐懼的事 反而是德國人 歐洲國家 所需要恐懼的事 也是德國輝 這個 Janet 很快 很多體驗